在建州地势上 江东古牛大港 与江西龙虎斩摩台雄风对峙 格局形式上 也差不多 秉着远亲不如近邻的原则 大体上井水不犯河水 如同两位相敬如宾的老狱 轩辕家族的老祖宗 虽说道德堪忧 为建州势林所不耻 但武德不低 广结天下英雄好汉 一些被官府上榜绞杀的汉子 只要上得了灰山 都可脱避于这个当今武林 屈指可数的豪族 官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持家族 半百年的轩辕老家主 对登山求学的武道 后辈也乐意大力栽培 曾替许多如今 鸣动江湖的高手指点迷经过 袁亭山报仇雪恨后 作为被官府重金悬赏 缉拿的亡命之徒 甚至上了赵沟名单 若非轩辕价值愿意让其上山 在山脚就要被赵沟拿去传手 江湖 对生性凉薄的袁亭山来说 这份救命恩惠且不去说 他若想在刀法上有所建树 打破瓶颈 就得心甘情愿给轩辕家族 做一些见不得光的阴暗勾当 当古牛港一名管事 在六碟瀑布下找到袁亭山 这名刀客正在以后背硬抗 那条百丈高崖跌落的水柱 以此锤炼筋骨 灰山瀑布六碟 以这一碟下坠最急 号称龙土水 轩辕家族近三十年 已经没有年轻后辈如此极端的锻炼体魄 袁亭山听说 大概后就领着二十青旗下山办事 拦截两个从小门小户里出逃的庙龄玩物 实在提不起大精神 但既然寄人篱下 拿人好处了总得替人消灾 袁亭山只要答应去做 就务必做到最好 查清标局路线后 先将那擅长炮锤鞭腿的秦耀子 砍断双腿双脚 龙起一伙不成气候的草扣 倒不是说要借力 只不过总要给官府摆出劫匪 与镖局同归于尽的障眼法 听说那对游物在建州吉富盛名 早前才十二三岁时 就早已雁鸣远播 轩辕老祖清眼香中 是座床为玩乐的禁鸾 早已在江东办公开 就等着何时出手请上山享福去了 不曾想那对被遇作艺人 以倾城艺人更倾国的小碧人 竟然跑了 在很多事情上 都后知后觉的袁亭山 瞥了眼脸但身材 几乎完全相同的两人 拿刀尖指着站在车上的那位 哈哈笑道 你这皮囊可比娘们还好 难怪轩辕老祖对你更上心些 就是不知道你这细皮嫩肉的 跟姐姐一起能被玩弄几天 记住了 我叫袁亭山 在我刀法大成之前 怎么都别死 要不然就不好玩了 袁亭山已经看到那名气态不俗的不速之客 高坐于骏马上 遥遥相望 袁亭山嘴角勾起 杀意涌起 他出身贫贱 习武后从不掩饰对豪门公孙的憎恶 出入剑州 就在江上杀鸡般载了一整船的高粱子弟 袁亭山朝轩辕轻注心血培养出来的汉永青 骑做了个斩头首饰 刀背轻轻敲打肩膀 走向那名仍在地上爬行的轻雕 不忘转头笑道 好心提个醒 我在灰山上听说 轩辕老祖癖好古怪 到时候老家伙让你与你姐姐欢好 你该如何做 脖子污子痕迹触目惊心的姐姐 瘫软在地 听到这句话 娇躯颤抖 脸色苍白 站在车上的那位嘴角血丝更浓 袁亭山做了个充满暗示性的挺腰动作 大笑着走向那名苟延残喘的年轻标诗 留下一对雌雄男变神情迥异的姐弟 坐在地上的姐姐恐惧地抬头 望向那个从小就极有主见的弟弟 后者恰好居高临下 冷冷望来 他打了个冷自骨髓的寒战 袁亭山根本不在乎被那对姐弟记恨 以他们姿色 如果真的能够对轩辕老祖区翼逢迎婉转成欢 在古牛大港得宠几年想必不难 只不过到那时候 轩辕清风都已是他的女人 一对连命运斗掌控不住的软弱宠物 能掀起什么风波 失去双足的寒响马还在血泊中艰难爬行 只是凭着一股执念苟活 袁亭山站在寒响马与老镖尸体之间 将刀插入地面 弯下腰笑咪咪道 再努力一点 就快看到你老爹的脑袋了 当扭动残驱 木然前行的寒响马头颅到达刀峰下 袁亭山冷笑着在道路上 缓慢划出一道沟壑 顺便将这颗头颅轻轻割下 拔起刀后拿脚尖一踢 脑袋溅着血液滚到老镖尸体附近 江湖儿郎将胡死 死得其所 袁亭山南南道 我是好人哪 这一幕姐弟两人看得作呕 尤其是姐姐已经胆寒 当场晕厥过去 身体笔直站在车上那位 喊了一声 木戎吴竹后 没有回应 他面无表情提起袖口 抹去血迹 这些年在建州江东 无数诗篇赞誉滋容风采的 他眼神木然 木戎家族在建州是末等氏族 远比不上那些龙盘虎聚的豪伐氏族 相传木戎姐弟出生时有数世路过 留下歌谣一词富一雄 词清城 雄清国 双双飞入梧桐宫 世人皆知梧桐宫是泰安城宫殿 随着木戎姐弟逐渐长成 建州世子交口称赞 姐姐已是旗帜美人 弟弟慕容 同皇更是美若莲花 都说自他诞生后 府中莲花池便不曾绽放过 每年满池清莲纸长制花苞 故而慕容同皇又被遇作莲花狼 加上那传唱多年的歌谣 慕容家族 无形中对此这双姐弟抱有极大期望 曾有族人兴好兴好熏心 对年仅十岁的姐弟试图猥亵 但不知为何最终没有得逞 还瞎了一眼 被逐出家门 可惜姐弟十三岁时 一次前往龙虎烧香 在挥山山角 被轩辕老祖宗一剑之下惊为天人 钦定为禁鸾 慕容家族面对在剑州之首 遮天的庞然大雾 毫无抗拒之力 不知是不是狗急跳墙 熬到了三年期限的尾巴上 闹出姐弟俩离家出走的闹剧 轩辕老祖宗道也没对做出 小动作的慕容家如何为难 只不过蒙在鼓里的长安镖局就遭殃了 道路尽头那边 得到空中清白鸾消息 只是文讯赶来 凑个热闹的世子殿下瞪大眼睛 看到二十骑朝着自己冲杀过来 一时间没弄明白 难道是鹤州这边君旅夹室 可不像啊 真要动手的话 二十余骑士不是太寒碜了点 不知道本世子屁股后头 跟着一百凤子营吗 因为有清白鸾示警在先 这次急行 就没让一百青旗拉开距离 锦衣华服的世子殿下本来临近龙虎山 心情就好不到哪里去 尤其看到那刀客割头颅踢脑袋的残酷动作后 就愈发火冒三丈 一抬手 以大几宁鹅眉为首 一百青旗分座两纵 铁蹄踏地 轰鸣刺耳 那二十骑也不傻 待若木鸡后立马转身狂奔 他娘的 又不是瞎子 谁看不到那帮横空出世的骑兵 不仅人手一把制食刀 更背负有一副禁弩 弓箭还好 朝廷不禁民间私藏 但弩这玩意 可绝对是若非军队不可配置 一经发现私藏 轻则冲军发配三千里 重则已叛逆罪论处 是要掉脑袋的 更要命的是贺州建州 胡州三帝境内 有资格持有军方强弩的 只有广陵王麾下苍蝇营和有损营 轩辕家族可以不把那些个郡府放在眼里 却也不敢与藩王精锐叫嚣抗衡 交横跋扈如圆亭山 也不禁下意识 皱了皱两道剑眉 广陵王的人马 那高高在上惹人讨厌的公子哥 是将门子弟 若是还是以前单枪提马的约子 他早就拔刀冲去 事后逃命归逃命 当下怎么都要把那锦衣公子哥 披落马下 圆亭山摆摆手 是以二十骑去姐弟俩所在的马车 他独自站在原地 死死盯住那个被两梯萧旗夹杂中间的丸裤 狭路相逢 只见丸裤双刀按刀 以刀鞘拍马 潇洒前行 离圆亭山 还有五十不时 冷淡问道 你们是广陵王赵义那边的人 广陵王赵义 六大宗室藩王中 权柄仅次于烟斥王 为人十分有趣 杀人如麻 灰金如土 尤其是好色如命 春秋大战落幕后 就属这位藩王 占有王国皇后公主嫔妃最多 母女同床 姐妹同辈 甚至三代同年都有 花样百出 正所谓一龙生九子 靖安王赵衡等皇兄皇帝相貌 都算当世美男子 赵义却相貌丑陋 体态臃肿有黑 与北两储陆山号称南北两肥 都是凶名震天下的豺狼 但广陵王虽说人品低劣 领兵却极有心得成就 与王朝首番 烟斥王相比 只是差了数量而已 单个武族夹式的寄机并不逊色 赵义所辖是春秋西约第一强国西楚的故土 能够在二十年间弹压的楚人抬不起头 绞杀世子无数 可见这位藩王的铁血手腕 这下轮到袁庭山纳闷了 但随即这名无法无天惯了的刀客 开始冷笑起来 显得十分猙獰 徐凤年问道 这是在剿匪 袁庭山笑着反问道 那你是不是寇匪 徐凤年被这名出手残酷的刀客逗乐 因侧侧笑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马上就知 袁庭山无事 那当先倾其二十丙进弩所指 身形抱起 拖刀奔走 二十根箭矢 击射而出 袁庭山辗转腾挪如陵园 五十不距离 一瞬就清晰可见 那巨傲公子哥的脸孔 小白脸一个 这种富贵人家的脑袋割下来才解气 但为了虔诚 先忍一时 头颅且让你再留一会 等老子刀法超越轩缘老祖宗 到时候 徽山再守 轩缘清风沦为胯下 但暂时留你一条小命不假 不意味着就让你继续高坐马被遗址弃时 能在老子这柄刀面前装大爷的家伙 还没从娘胎里滚出来 可袁庭山躲过了一波雨剑 才腾空跃起 想将那名将门子弟重伤 一匹黑马从旁刺出 五将手持一杆捕自大己 直插袁庭山胸口 若被刺中 时程时就要背透心凉 袁庭山千斤坠下身形 落地后再重新炸起 手中明刀刚好斩向马头 沉重大己当空一轮 恰恰征风相对 横扫像刀锋 袁庭山眯眼 手中刀不再退缩 砍中捕自己身 大己向后一荡 袁庭山看似轻住全力后被迫后退 但双脚在地面上倒滑而去 单手撑地 脚下才扬起些许尘土 身形再冲 速度几乎是方才一倍 分明是势敌已弱在先 一旦探之深浅 便突兀杀人在后 身披重甲的宁额眉怒喝一声 易感 坚硬大己在他手中 隐约震出层层叠叠的微妙弧度 嗡嗡作响 袁庭山快 他的大己一样不满 补自己肩向这名青年刀客的腰部勾去 一旦勾中 定要这个刺客腰斩 袁庭山笑着移了一声 空闲地左手猛地按在刀背上 与大己再度接触 这次不再硬拼气力 而是手掌发力 带动右手刀 整个人以捕字铁己为中心 在空中灵巧画出一个半圆 再度与那马背上 窥然不动地 无知公子哥栖身接近 袁庭山是市井巷龙里 杀出血路来的狠辣匹夫 敢拼命 同时却也惜命 既擅长死缠烂打 又熟知如何占得最大便宜 大概知道那名十几将军的武力 绕过铁己后 不是趁势直接出刀 如此一来 就要将整个后辈留给那重甲将领 老子的命比天王老子还金贵 一命换命太不划算 所以他非但没有立即出刀 反而攻腰侧到马腹下 这才提刀 这一刀向上辽起 算准了位置 要让那玩裤断了 子孙根 大己出人意料 没有尾随袭来 但大己没到 一杆星红铁枪 却角度刁钻地阴毒刺来 袁庭山要是不收手 太阳穴就要被枪头炸出个窟窿 也不惋惜 身体一扭 左手这次是贴上刀身 刀身侧面抵住那枪尖 刀片弯出一个弧度 继而借这一枪之力骤然如雨剑后射 从顽固的白马腹下退出 再划出凝额眉 黑马马腹 脚尖一点 拔起身形 撞在路旁一名 轻骑的马身上 将其撞倒后 成功没入密林 袁庭山大笑道 后会有期 先前在白马马腹下 他清晰看到那一杆红枪 以及那一双青色绣鞋 挥出这霸气一枪的 还是个娘们不成 从头到尾 徐凤年都没有任何动静 看到袁庭山逃入密林 你眼道 杨清风 你与舒修跟上这家伙 宁将军 带上十旗下马追踪 天黑之前 如果没追上就算了 道路那头的二十旗 看得有些呆滞 袁庭山在山上练刀 谁都知道 这小子的刀树 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 不是一般的狠辣刚猛 虽说在那边清齐人堆 一进一出很了不起 但那将门子弟 能够毫发无损 便更能说明状况了 能如此轻松化解 袁庭山杀鸡的家伙 家底可不薄啊 何况除了真正出手的 大己将军和青衣女子 其余几位都在旁观 接下来跃入密林追杀 袁庭山的几个护从 似乎也不简单 咋办 废话 为首骑士固步的 袁庭山安危生死 拨转马头 直接就撤了 路过马车时 弯腰将傻傻坐在地上的 慕容无竹抱到马背上 另外一名骑士有样学样 要去掳走站在马车上的 慕容同皇 输不料这位溃杀莲花的俊美女子伸手就刺 没防备的骑士一阵吃痛 回头狠狠瞪了一眼 继续前冲 慕容同皇不等下一位骑士出手 迅速退入车厢缩在角落 徐凤年转头对跃跃欲士的 袁猛笑着吩咐道 袁校尉 带人追上去 留不留活口 你看着办 两对倾其贤尾一追一逃 小道上十分喧嚣热闹 徐凤年来到马车附近 拿刀鞘挑起帘子 看到一张 虽稍显稚嫩但冷艳动人的容颜 以及一双阴冷愁适的秋水毛子 徐凤年才刚刚张嘴微笑道 这位姑娘 那位虎口脱险的姑娘便怒目相向 忘恩负义地骂道 你才是姑娘